你真的难以想象这里面有多少人在相亲 真的 刚刚看到一条就是 上面写着青春护女 我好想知道到底是有多青春 上海市的雕塑教你做人 为什么呢 因为人脉 人脉很重要的 其实我一直以来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上海的这些房子在阳台外面要支出这些架子来 还是因为上海太潮了 是用来晒东西的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架子 不能晒在阳台里 我前段时间不是更新的还蛮频繁的 我就感觉说人吧 就是生活不能老是宅在家里面 无论你做什么样的事情 因为你的身体舒服在那里 所以你的思维也同样也被舒服在那里 所以待在一个地方久了 大家都最好还是多出去走走 给那些高考完结束的 就是不要天天在家里面打游戏啊 其实你可以多约朋友出去 甚至去网马玩 去外边和同学们一起玩 也比老大在家里面自己玩强 这里有个深夜留言簿 哇 竟然有人在这里写 他喜欢我 其实是我刚刚自己写的 老大在家里面打游戏 他没想到 这事有点难得 是 这是 是 哇这个外滩的人是绝对多 因为青岛最近在开那个上河峰会 所以说整个城就没什么人 我突然来到外滩 真的非常不适应 人真的是太多了 然后外滩给我的感觉呢 就是我这是第一次亲自到这个地方来 我觉得哇真的好壮观 可能我很山泡 给着一种非常国际化大都市的感觉 我感觉我在说些屁话 你们肯定也知道 我不说你们也知道啊 然后现在呢 我们正在准备去吃一家 人均需要一千块的火锅店 作为国家级别的美食品店员 秉着独立客观 第三方的原则 我就带替大家去尝一下这家火锅店 它到底值不值得吃 它到底贵在哪里 你们肯定会觉得 哇你怎么 去去花这个钱去吃那么贵的东西 因为有人请客 不吃白不吃对不对 所以我就跟着去蹭一顿 我的妈呀我这个黑眼圈 这么千辛万苦走到这个店 如果这个店不好吃 我就做它蛋疼拘谨 现在是九点半 然后这里面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 如果没想吃的话 要等到十一点 然后他们有极其的挑衅的预期 就是说 要不然你们就别等了 就是你要等那么久 要不然你们别等了 我们不 我们就说我们等 我们吃定了 哎 就是吃就吃就得吃这家 哎 这边有这个叫什么一号和牛 what the fuck is like number one beef 其实就是海鲜比较贵了 海鲜如果你要点海鲜的话 因为是实价 所以说肯定会很贵 环境还不错 然后一个海鲜拼盘 这个顶级黑猫牛肉 牛肉片 磋上牛舌了 鲜精选牛腻炸豆腐皮 来一个日式蟹柳 半分鱼蛋 那就一份娃娃菜吧 调料的拼盘做的还蛮精致的 不吃香菜也不吃韭菜 弹幕刷一下你们是不是吃香菜 我是真的不想吃香菜 我对香菜的味道好奇怪 这个牛肉虽然没有那个一号牛肉那么贵 但是也是有六百多块钱 松茸清汤 刚才他在这 我不好意思说 这个汤的味道有点像方便面调料 冲的那个味道你知道吗 就挺鲜的 然后也不会腻 其实就是好喝的味道 因为我觉得方便面调料冲的汤 味道应该是非常好喝的 应该是个很高的评价吧 但是我觉得当他面说 当这个服务人员的面说出来会很奇怪 所以说我趁他走的时候赶紧说一下这段 这个是煎牛肉粒 如果可以的话就按这个喝的汤 这个比那个煎的牛肉粒就好吃很多了 这个你吃饭的节奏就是被服务的人员会掌控的很好 他给你多少你吃多少 这个是海鲜拼盘 黑鲦鱼 其实就跟传统的那种鲦鱼三吃差不多 嗯很嫩 这边下吃串串 鱼骨做的粥 鱼骨做的粥 牛蛇 牛蛇好烟啊都嚼不来 可能有点稍微的老了 我刚才那个蟹棒应该是真材实料的就是纯的蟹肉 不会有那种淀粉的味道 吃完饭以后还有送的甜品 有这个潮州奶冻 有这个水果还有羊枝干露呀七七八八的好几种选择 这个奶冻不错 奶奶香味很足 真的就是人均一千 我记住没点特别贵的东西 其实他们这个店吧 整理说来就是海鲜和牛肉比较贵 但是牛肉确实好吃 就比较养生 然后东西都是很好的东西 都是比较高质量的东西 然后去那吃饭的人也大多追求的是这种 对食物的品质上的追求 并不是更多的对食物的这个口味上的追求 口味上我个人感觉一般 可能我口味比较重 所以说我不太喜欢吃没有它的味道 因为锅底也是松松仙苍 所以说其实涮出来的东西就是本身的味道 我个人可能比较想吃辣的 那样就是很不健康 但是就是不同的风格 我觉得这个花了钱的大部分 应该是付给了这个环境 还有这个服务 服务真的是没得说 确实特别好 然后特别周到 然后特别有礼貌 也很耐心 环境也很好 就周围不是很嘈杂 然后没有人大声喧哗 很安静 大家都是在慢慢来品尝食物那种感觉 这个总结出来就是有些人 会追求食物的这个质量 有些人会追求食物的口味 那我是把口味放在第一位的 可能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辣 够辣够好吃就OK了 我不会太在意这个食物 它到底是是不是进口的呀 然后是不是什么多少 什么什么级别的呀 是不是顶级的牛肉啊 但是有些人的生活方式就是 他们会追求这个食材的这个品质 它必须是最好的牛肉 它必须是进口的海鲜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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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区别 说白了这就是有钱和没钱的区别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次尝试 然后也谢谢请我的这个